首先把这些气管给它拔掉 所有的气管拔掉 拔掉做上剂好 这两个然后又胶带给它缠起来 全部给它拔掉 拔掉你自己做好剂好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拆掉 拆掉过以后 气管做上剂好 然后把它大鼻毛给它拧掉 这个鼻毛给它拧掉 拧掉 这里有两个M8的螺丝 你看在这里看 8个螺丝给它松开 这一颗这一颗 两个的松开 然后把这个的扭掉拔掉 这个大鼻毛去了 这个盘整个两个抬起来 抬到一边 抬到一边后 然后把这个给它松掉 抬掉 拿掉 拿掉以后把这个盘搓上来 拿掉 然后把下面这个螺帽也给它拧掉 以后拧掉 拿掉 拿掉 拿掉过以后 然后把这个锁紧块给它拆掉 给它拔出来 拔出来 拔出来过以后 三个都给它拔掉 松掉 拔掉 拔掉以后 然后把这个气缸 气缸给它拆掉 四个螺丝 放体四个螺丝拆掉 拿掉 然后这个的 那半个的拆掉 这都给它拆掉 拆完以后 然后 这盖板就可以拿起来了 盖板是有焊的 看到吗 焊点用磨光机 七颗一个的切掉 四个拐的都有 一个点切掉过以后 两个一拆 拆一边去 拆掉 拆掉过以后 就成这样的了 盖板一拿掉就成这样的了 就是成这个造型了 然后这里有两个M8的螺丝 那半个给它拆掉 拆掉过以后 这个齿轮就可以拿掉 把齿轮拿掉过以后 然后把这四个螺丝 给它拆掉 分割就掉了 就从下面就拖掉了 那它装上去呢 装上去 你就按这个流通往上装就行了 就是这样是吧 对 就是先装分割键 先装分割键 对